这个女孩正在自由房间里换衣服 却被突然闯进的男主黑帖不小心给看光了 结果黑帖不仅一点都不慌 反而说出了一套震撼亲妈的顶级逻辑 既然我看光你了 那么也请您看光卧吧 咱们就算扯平了 这逻辑就是你服还是不服 而黑帖之作为会突然闯进这间房间 是因为他就读的魔法学院特地安排的 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群能够将自己灵魂变为武器的伐刀者 魔法学院就是为了培养这些艺人 当他们通过权威机关认证而成为魔导骑士 黑帖会跟女孩史戴拉在第一集就同居 是因为他们两人一个最强一个最弱 身为六学考试第一名 且还是他国皇女身份的史戴拉 怎样都不可能原谅黑帖 这冒犯之心 所以提出要跟黑帖决斗 谁输了叫做对方的仆人最强对战最弱 战果似乎显而易见 但是所有人都被黑帖名字给骗了 因为他出自于名门望族 家族每年都会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法刀者 但黑帖却偏偏是没有能力的内阁 在一次想要寻死时被老祖给圈了回来 之后通过努力而摆脱了剑难黑帖之名 成为了一个最强王者 没有人知道黑帖的真正实力 他会留级 也是遭到他人算计 这次跟史戴拉的对战 他没有放水 不仅迅速学会了史戴拉的剑法 最后还使用他一天 只能使用一次的独门绝技 以导修罗 这个技能的介绍很简单 就是放了比赛就赢了 而史戴拉也不是耍赖的人 再看到黑帖这么强后 直接就开启了自我攻略 两人正式开始一起生活 之前的仗就这样一笔勾销 而在史戴拉开始注意黑帖 却在不久后看见了一个白猫女孩 恶话不说 当着自己的面就上来强吻黑帖 还是戴拉斯的那种 白猫女孩是黑帖的妹妹 虽然她的名字叫黑帖猪娜 但是大家可以叫她穿着野穷 简称虫妹 这次新闻来的是史戴拉粗不及防 躺到王女奇能受这等污怒 于是便提刀霍霍冲向了猪娜 两个女孩瞬间为爱而战 但最后却只是打了个平手 因为让人都被学校发去扫厕所 也是因为珠娜的出现 所以史戴拉才了解到了黑帖过去的事情 在只要黑帖经历过那么多痛苦的过去后 她的内心就有些心疼 而其实珠娜对黑帖没有过多的感情欲悦 她是打心地的 把黑帖当成自己的大哥 因为没有能力 所以父亲母亲等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爱过黑帖 这是珠娜可以肯定的事实 所以珠娜决定自己要将爱传递给黑帖 之所以会亲吻 她也给出了一套顶级逻辑 亲吻是传递爱的表达 谈一天的恋人这么肤浅的关系都可以做 那么像他们之间只伴坚实的羁绊就更理所当然 而且国外亲吻还只是打招呼行事呢 黑帖家族真正牛逼的或许不是魔法 乔治两个小辈个个都是逻辑鬼才 但这只是表面逻辑 真正隐晦逻辑是在暗示黄女史戴拉 你看我这么主动 所以史戴拉也迅速有样学样的一个 不在黑帖身上警告她不容被人牵着走 还自我公开处行说自己干涉兄妹交流的原因 是因为黑帖是她的主人 自己是她的仆人 蹦 史戴拉这番对话当场运迪自爆 这才第二集 两个女生就缠着全校最多 路人表示很干 而这些剧情也是引起两女打斗的关键原因 妹妹之后聊机当的可谓是特别成功 因为在这天晚上 伊大波福利就砸到了黑帖身上 跟史戴拉算是简单的坦诚相待 但此时两人却还没有真正缺人关系 所以之后中纳带的摄友友希继续承担聊机 但这个友希却是个男的 所以这个学院真的是男女混猪 之后四人就开始出去逛街游玩 在进行一小段特别搞笑的日常后 他们所在的商场就遭到歹徒的袭击 游希的武器只有暗黑影者 可以遭够影子 所以黑帖因为跟友希去上厕所 利用躲在影子中而逃过搜捕 隐魂武装在学院外一般是不允许被使用 但是史戴拉就不得不为了保护人知而站出来 结果对方的武器却正好克制史戴拉 他提出只要史戴拉脱掉衣服 下跪道歉自己就可以放过人知 这个歹徒虽然实力强悍地 显然把自己的路给走崽了 冒犯伟大的黄女还不是大罪 但是冒犯男主的女人 这不死都得脱层皮啊 先后躲在人知中的珠娜 通过水元素铺下结界 保存了人知安全 但这个画面世界好像有些违规 可在没有后顾之忧 黑帖也现身处赞 本代之前还抢了一批的反派 迅速化身成描边大师 一大西洋红枪把打完后 却被黑帖的一刀修罗直接秒了 但不止黑帖他们懂得潜伏 原来歹徒也有人混在人知中 当人知又被协制时 却有一个都瞒着游戏影子感知的强者出现了 他帮了黑帖他们 但这人却是日后需要跟黑帖对战的强者 可其实也没有多强啦 因为学院每年都会举行一场 名叫七星剑筛选的比赛 只有获胜的人才能代表学院参加七星剑 不过这看似很强很强的人 在一刀修罗面前还是不够看 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黑帖和史达拉就在野生人静之时 却有了关系 速度之快 而且还不托你带随 自从打扮了这个所谓的强者之后 黑帖的连绩就达到了一个高度 雪龙女孩子莫名而来请他指点一个 就连男孩都来缠着他 瞬间直接达到了人生巅峰 但幸好黑帖没有打开自己的后宫之门 而七星剑的筛选一直在进行 黑帖和史达拉的战绩能够实在佩服 但这些祖先剧情或许并不是大家看着不翻的真正想法 于是除了那炫酷华丽的战斗剧情 大家更关注的应该是史达拉跟黑帖的感情进展 不知道能不能在结尾来个拳内打 不过在第九集后 他们两人又一次坦诚相待 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来两人是要外出 短脸帮忙 但是却在途中 我们可爱的黄女大人 竟然脸红气喘 心跳加速 这三勾勾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谁也不知道黄女大人这到底出了啥事 可随着她脸越来越红 我就知道这问题不对了 史达拉 她感冒发烧了 正好下起大雨 衣服还被雨给淋湿 两年就来到山里的小猫打算烤衣服 但烤衣服就得脱衣服 史达拉在烤衣服的时候 总算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她看出了黑天的难受 但这些都是不可抗力的 这场野外战斗终究没有发生 毕竟这是过神影片 大家想什么呢 绿色健康小情形是传统美的 做人不要太耶咯 而这段小黑欧的剧情 就在以史达拉提出重极疑问 而宣布结束 至于她问了什么 嘿嘿 我不能说 但是他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两年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越打越近 之后的剧情还是得回到七星剑这边 因为史达拉和黑蝶的关系 逐渐被更多人知晓 结果 黑蝶就被一个委员会的人 给强行带走 理由竟是因为谈恋爱 而且委员会的人 还一直要求黑蝶说出 自己跟史达拉突破的那层关系 但是黑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在黑蝶消失这段时间 史达拉越真越勇 可是辉煌的成绩 碰碰碰里的床铺 实在他心很痛 而之后委员会甚至从宗座 更故意诋毁黑蝶的名声 之前的灵气王瞬间 成了人口中的谈刺对象 而委员会的背后管理者 其实就是黑蝶的父亲 黑蝶一直认为自己是太弱 才不被父亲认可 但现在他都会努力变强了 是不是可以得到认可 但事与愿违 父亲对他从没有任何期待 这个真相来黑蝶有些不能接受 而最终委员会也知道 黑蝶不会接受他们扣下的罪名 于是将学院最强的学生会会长 设定成黑蝶的对手 只要打败他 一切就可以结束 但在他们看来 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些天被关押起来的黑蝶 一直都在狱中结束挑战 导致他的身心都极为疲惫 在感觉比赛现场时 他整个人都置身在黑暗之中 罗罗不是心中对史戴拉的期盼 促使了他走向战场 或许此时的黑蝶 已经真的变成了废蝶 可当他来到学院门口 却看到之前被自己指点一二的那些人 他们都不相信那些舆论 他们只相信黑蝶会作为一个英雄 取得胜利 而为首中的人史戴拉 他高喊自己成为的七星剑代表参赛了 只要黑蝶能够打败学院最强 就可以一起参加七星剑 两个承诺就算完成 在黑蝶不在的这段时间 史戴拉过关斩将 黑蝶一直以来都有人认可 史戴拉就是他重生后的全部 当初老祖那一句 凡事都不要放弃自我 黑蝶冲破了迷茫 重新站在了决斗台上 最弱我也是最强 其实早在之前 史戴拉就跟对方打过一次 会长实力强的离谱 但黑蝶才刚上场 就使出了一刀修罗 所有人都认为他弄忙了 但这一刀是灌注全部的一刀 而对方并没有打算躲避 最终的比试 进成了双方大招的对方 会长并没有小瞧最弱之人 这场被安排好的比试 他不愿意去妥协 哪怕他可能有办法躲开这一刀 之后黑蝶再无作战之力 但此时的两人心声完全同步 他们只要赌上自己的全部 来战胜对方 可一刀修罗无法打败对方的绝技雷阶 但卢弱超越极限的极限 化身超越了人类范畴的鬼 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刀的 一刀罗刹 便不再是会长能对抗的力量了 这是将自己过去那些不公 以刀斩断 我又为了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打算冲上去杀死黑蝶 他认为向黑蝶这种渣赞 是不配背负黑蝶之名 关键时刻是使大家出手救下的黑蝶 两人在决斗台上真正的护诉中场 两人还宣誓结婚 哎妈呀就是这么的天 而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之所以会这么喜欢这部动画 是因为本来抱着看后宫龙奥天的心情来的 但万万没有想到 编剧居然在结尾整出了纯爱来 片名《落地骑士英雄谈》 除了在情感描述之外 这部片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所有战斗场面 可谓是极为用心的打制作大场面 而且男女主在一起的速度也非常快 绝对的一无蓝一无天 唯一可惜的是只有12集 导致一些剧情还是有些紧凑 最有趣的是别的后宫外皮动画 都是一堆女的送福利还要被骂 但这部动画基本只有女主一人在送福利 可却很多人看的是老舒服了 所以不要论个光天我讲的完事了 你还得赶紧去看看原片做一起来 毕竟福利画面我一般都是恰毒石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有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